3月6号的下午4点 会员的图声视频模型准时发布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宣传短片 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些特点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高级的特殊效果的渲染 这个没有办法去解释 它展示的图像是一种特殊的时空隧道的一个风格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自然的这种表情的展现 看一下图上的美女表情真的非常的漂亮 第三个是更加具有艺术风格的这种转换效果 这儿展示的是一个雪人的运镜 第四个是故事驱动的一种表现方式 更像我们看电影 感觉故事在不断的延展开来 下边叫对称美学 我觉得这个有点虚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更加自然的人物运动 这就是腾讯的混员的图声视频模型 它的一些特点 我们也从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它的例子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表现 第一个就是一致性 大家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刘德华吃苹果的一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整个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后边为什么有点像陈冠希是吧 但是总体能保持大概80%左右 另外的话它支持各种各样的风格 比方说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景物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 还有这种卡通的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风格的展现 这个在表示一个故事 非常的长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就是它在故事的展现上 比方这有两个人 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故事发生 在吃这个炸鸡腿 那么整个这种表现人物的表情表现的也是非常棒 那这个就更加具有故事性了 一个美女她在河里游泳 后边有一个鳄鱼在追她 极具冲突感和故事性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 下面我们看一下表情 这个表情和故事有都是分不开的 你看一下这个 一个女孩和一个男的在吵架 当然我们不知道关系是什么 反正你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冲突也很强 那这个有点像上一个视频的一个延续 同样是这个美女 她的一个运动和表情的一个展现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运动 运动也是整个这个会员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包括这个具有宏大的场景和这个整体运动的效果 其实可以体现出来会员的一些特点 其实看了她的介绍 包括这些例子之后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模型的特点不是特别突出 因为她说的这些都有点虚 可能并不像万那样 我有更加复杂的运动的控制 包括人物的交互 对吧 那个可能就更加具体 而她现在说的这些比较好的运动效果 这个还好 像那种对称美学 像那个比较好的运镜的效果 比较好的切换的效果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不太容易感知到她在表述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述 其实我看到这个模型一个基本的感觉 那么各方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 大家都很积极 首先是K神 最早就开始更新了她的会员YDU的WARPER 这个扩展 那我们看一下 大概是在六个小时之前 那也就是在会员发布的一小时之后 她就发布了她的新的扩展 这个扩展里边 主体的信息里边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在她的工作流里边 和提交信息里边 有明确的说明 已经支持这个YDU的这个事例 所以说你只需要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就可以用了 那另外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Confi外的官方 也在今天发布了一个博客 它的时间比K神那个要略晚一些 它必定要考虑整体生态的一个构建 所以说它的开发量可能要更大一些 那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它这儿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就是我们非常兴奋的来声明或宣布 我们已经支持这个婚元的图生视频 而且你注意 婚元的图生视频是13B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整个的参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另外的话 它这儿也有对应的工作流 那这个用法很简单 就两步 第一步更新你的Confi外的最新版 第二个就是下载对应的工作流和模型 它这儿有工作流的下载的文件 同时也有一些视力 你可以看一下 都是关于一些未来场景的一些想象 另外你注意 它在展现视力上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它这儿提供了它的这个文档的网站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站看一下 那这个里边的话会告诉你具体的这个安装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官方 我们应该怎么去安装 那么它安装的时候呢 非常清晰的列出来你需要的模型 以及它整体的模型结构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个呢 就是LM 这个是一个Vision 就是我们说的视觉编码器 主要是用来读图片的 很容易理解 它既然是图生视频 那就要求它必须能看懂图 对吧 所以说呢 就需要有一个Vision模型 就是能读懂图片的这样一个模型 另外就是Clip-L 这个我们用了很多次了 这个都是文本的编码器 注意啊 这俩是一个 一个呢 是FP16的 另外就是FP8的量化碗的 这个用哪个都行 然后呢 这个解码器 其实跟原来的会员呢 是通用的 另外就是主模型 这个主模型呢 是我们重点要下载的 那我们可以在报报脸上去看一下 安装压 这是Confive App官方 在报报脸上的主页 我们所有的模型 在这都能找到 包括我们之前的WAN 包括我们今天的会员 那我们点开会员之后呢 它同样有一个叫Files and Ocean 我们再点开 然后里边呢 有Split Files 就是分割的这个文件 那你需要的都有 Clip-Vision 这个需要下载一下 另外就是我们的Default Mode 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原来的文声视频的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图声视频的 大小呢 是25.6个G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呢 按照这个结构放就行了 然后呢 就是它的视力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你注意还是这样 你只要把这个 拖到你的Confive App里边 就可以了 它就变成了工作流 那为了让大家清楚的话呢 我还是在云端呢 来运行 在这呢 我们需要隆重感谢一下 我们的云平台 Running Hub 因为它在第一时间呢 支持了混员的 图声视频这个模型 因为我要在 我本地给大家演示的话呢 可能用的时间会更长 在这的话呢 可能更简单一些 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点AI 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它提供的这张图片 你必须把它转成JSON文件 然后再把它导进去 那转的方式呢 就是拖到你自己的Confive App 然后把它导出一下 注意你导到你自己的Confive App里边呢 可能有一些节点是没有的 比方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没关系 你该怎么导 怎么导 重点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导成这个 我们自己需要的JSON文件就可以 然后呢 再把这个文件上传到我们的 这个云平台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点开它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工作流 下面呢 我们将各个参数呢 给它调整一下 注意这儿呢 我们选择720PBF16的这个混元 一定是i2v啊 所以说呢 是这个image2i6 这儿不要选default啊 选default太大了 我们最好呢 选FP8 这样呢 它导入进来 是它原来大小的一半 相当于你在这儿 给它做了一个量化 然后呢 是稳稳编码器 需要导入两个 一个是clip-l 另外就是lima3 FP8的这个 当然你选FP16也可以 这儿呢 我们就直接用FP8的 下面选混元video 另外呢 vE这个是公用的啊 就不用说了 这儿有一个视觉编码器 这个视觉编码器 我们用的是lima3的vision 它后边接的是一个clip vision的encode 主要是对这个进行编码的 你要注意这个概念 本本编码器是对提示词进行编码的 而这个clip vision encode 是对我们的图片进行编码的 所以说这个编码器 就是一个视觉编码器 而这个呢 就是普通的文本编码器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核心呢 它用的是一个sampler custom advanced 然后采样器呢 用的是欧拉 调度器呢 用的是simple 20部采样 降噪系数1.0 然后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儿设置一下model sampling 这儿还是7.0 一个通用的设置 这是一个guider flux guidance6.0 这个基本上就这样 这儿我已经跑了一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传的一张图片 我把它的分辨率设成了 88乘以480 49帧 然后呢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注意啊 它在光影上稍微有一些闪烁 能看出来吧 这儿我用的提示词呢 就是the woman is talking 就是这个女孩正在说话 或者讲话 看一下 这个表现呢 还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也能看到一致性的保持 刚才我们说了 通过刘德华那个例子 我们说了 它保持只有80% 你看一下 基本上也只有80% 你说这个女孩跟这个女孩长得一样吗 不太一样 但是你如果去用万那个模型的话 能到90% 它基本上能把这个人物的一致性的全部给它保持下来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婚员呢 还是需要有改进的空间呢 下面呢 我们再测一个另外的 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传一个这个吧 然后呢 我们将它的分辨率设成848x1480 这儿呢 我将这个提示词改成 the woman is walking ahead slowly 就慢慢的往前走 然后呢 我们来跑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已经采样完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动作呢 现在没有走完 它的确要开始走开 49帧呢 是不行的 是吧 这个达不到 它最后要完成这个效果的一个目的 当然呢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弄得再长一点 比方说呢 那这个呢 也是这个模型的一个特点 这个动作持续的时间相对的会更长一些 49帧呢 有的时候并不能保证这个动作能够完全的发生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考虑在真正采样生成视频的时候呢 把这个射到73或者是65会更好一些 这样为了保险我射成73啊 下边呢 我们再跑一下 时间呢 可能会更长一些 那有人说这个可不可以用tcache 目前先不要用啊 当这种新模型出来之后 一般的话呢 这个tcache技术呢 需要去适配一下 好 现在呢 已经采样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依然没有走的特别多啊 这是73阵 但是呢 这个动作呢 已经发生了 这个女孩走的太优雅了 有点扭扭捏捏的这个样子 但是总体的人物的动作表现 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你注意手的位置 没有太多的变形 对吧 我觉得从质量上来讲呢 还是非常棒的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原生的实现 那下边呢 我们来说一下 KJ大神 它的这个扩展包的实现 这个安装起来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 你需要下载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呢 同样是在抱抱脸上的 KJ大神的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下载到 大家在下边可以找到 对应的一个链接 你随便找一个 比方这个 看一下 这是那个LIMA3的地址 是吧 你可以点开它 然后呢 我们把后边这个给它删掉 就看到它所有模型了 然后呢 这有一个叫混元Value CompuI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开Files and Version 同样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版本啊 叫混元Value I2V FP8 这个呢 是一个FP8的量化版啊 所以说整个小了一半 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 你需要把这个工作流呢 给它下载下来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叫 HYValue I2V Example 01 按一下 六个小时之前更新的 点开它 然后呢 我们下载 然后呢 我们可以传到我们的云平台上试一下 看它能不能跑 因为我不太清楚 对于这个版本的混元的图生视频 您它是不是已经支持了 我们试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传一下刚才下载的这个 好 现在呢 已经成功了 我们点开它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更像KJ的这个风格 那我们还是看主要的组件啊 首先呢 你要注意这个主模型 在这个位置 这儿呢 我们用的是FP8的这个量化版的 所以说同样是混元的I2V 然后呢 这儿选的是FP8 注意它这个Tension选的是一个WireLens 就是可变的 另外注意你这个文本编码器 这儿它用的是这个IOMA的 因为有两个嘛 一个是它自己的 一个是这个 这个大家默认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本地跑的话 这儿会自动下载这个模型 那下载完了之后呢 其实是放在你的Confi UI里边 然后Models 然后有一个文件夹叫LLM 就大语言模型 然后这里边 所有的大语言模型的编码器 都在这里边 比方说Florence 比方说我们的IOMA 那这就是那两个版本 一个是Transformer的 一个是Tax Encoder的 不太一样 然后这儿有一个 这个分辨率的一个设置啊 这个你可以直接去了它 自己去设也行 他这儿也提到了 就是说你不一定非用这个东西 主要是为了模仿 在这个混元原生代码里边 它是这样去做的啊 这儿是把我们这个传过来的图片 进行一个编码啊 这儿会用到VE 那这儿我们也要调一下 混元 我们用FP16的就行了 它这儿用了Tcache 因为它是自己给自己研发的嘛 它应该是调试过的 然后这儿有一个提示词的输入组件 别的没有什么特殊的 注意啊 它的帧数在哪设置呢 是在这个地方 Number frames 默认129帧 我觉得这个有点长啊 待会呢 我们可以调一下 调到73或者是65都可以 好 下边呢 我们试一下 直接呢 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编码呢 我同样是写 The woman is walking away 和害的吧 往前走啊 然后slowly 下边我们直接跑 它下边呢 已经开始采样了 我们稍等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要往前走吗 不太像 是吧 这个动作 没有完全出来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啊 我们再测一个 试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因为它这个指导性就很强了 这儿往写woman了啊 所以说就是 基本的这个单词别丢了啊 关键的单词别丢了 好 我们再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非常的清楚了 是吧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里边的一致性 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人物跟这个人物都非常的像 你要注意啊 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 可能做不到这么好 比方说呢 我们来试一下 同样的这个 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 我们直接跑一遍 同样是上传这个人物 然后提示词也一样 种子一样不一样 无所谓啊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模型结构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下边来跑一下 大家看一下 同样是73帧啊 现在显存不足 73帧应该还可以啊 再跑一遍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你看这两个人 长的啊 其实它是有一些变化的 相对于这个来讲 我觉得更好的 保持这个人物的一致性 我觉得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变长的 C这个Tension上 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原生的 以及KG搭神实现的 混元的涂生视频的 两种工作流的一个 基本的应用 其实呢 只能说环境的搭建 和基础使用 那后边呢 我们会有专门的视频 会给大家做评测 它在哪些方面表现的好 哪些方面表现的不好 包括怎么写提示词 会让它表现的更好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个视频 是不可能给大家说清楚了 这个呢 我们就留在后边 单独的再给大家去讲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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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